台灣可能成功的機會很大 舉個例子來講 我是做物業管理的 也就是說在管理一個 就是社區的設備資產 那我幫我自己的社區20戶 每次開會的重點都不是重點 要不要烤肉啦 要不要燒雲炸啦 要不要燒雲炸啦 真正重點的變水 那個火災那個 都不是旁邊的重點 最先的一個例子 就是這次新店不是氣爆 然後死了兩個 然後受傷十幾個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瓦斯肉皮這麼嚴重 請了專業保全公司 拍一個總幹事在現場 竟然經過三個禮拜 才哪一個配話 給一個新興天空公司 這就回來了 就是說翻吸到生命財產的東西 都要經過三個禮拜 服術的 這個設計一定有主委 有副主委有機店委 所以說我對我們的公平素質 覺得 就是說還是蠻低落的啦 以這個社區來講 而且這事情叫做 永保安康社區 就叫他們說 博士的家 不一定能變成博士 那永保安康社區 不一定會安康 謝謝 謝謝 這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剛才講說 那個區域不要很大 您剛才講的 在都會地區 的確因為那個 一個小區 人就很多 大家一見 都互相冷漠 據我知道 因為我在都會地區 我有時候也會回鄉下 鄉下那些有時候 參與感是怎麼樣 還蠻濃厚的 這個是個第一點 就是說 我會說在醫療國外 我們不勉強 但是 只要您的想法 認為是參與是預算 是不是可以是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的話 就慢慢來做 那慢慢啊 就會變成是說怎麼樣 一股風氣慢慢的來 我們不要說是怎麼樣 希望一下子 大家都能夠怎麼樣 那個那個就是 就變成說 大家都會押去 戰行 你慢慢來 總會會有一些 那個是 是那個所謂的那個 那個 就是形成一股風氣 慢慢來 慢慢來 不可能一下子就來 就跟以前 包括我過程在內 我都覺得我們的年輕人 能力好像有問題 對不對 可是從太陽花這個運動的話 我們看到 那一群人 你看起來好像乎我是重 而且他的那個能力也蠻不錯的 雖然他那種方式 戰鬥狀況 每個人有不同的一個看法 可是你不要瞧不起年輕人 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讓他有參與 大家也很困難 雖然有些人是 去那個太陽花邊道 好像去逛街一樣 我不承認 我不火力有這個視點 但是整個來看的時候 他至少是怎麼 有一種這個 這風氣慢慢來 民主政治就是這樣子慢慢來 就是不要一處滾滾 就這個小姐 我想請問一下 所以一開始說 這個參與室的預算 但是按照我的經驗 我今天早上去內政部 營建署去參加那廣執開發案 他的開發強度的討論 這樣的一個議題 結果呢 我們的房聽席那個簾子是拉起來的 是不可以聽的 裡面是在講的 那什麼人可以進去呢 就是說我朋友 提出意見的可以進去 有那個叫什麼 有這個東西 控制單 控制單 控制單可以進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麼大的一個公共議題 都是這樣的情形 那他不讓我攝影 我是公益記者 我在那兒 我攝影 結果他們叫了保全來 那那個小姐 工作小姐也阻止我攝影 那我就跟主席說 主席 你至少不能看委員 認為怎麼樣 是不是我可以 但是他就那個主席 聽說是次長 那說 我說你至少不能看委員 說這這這我可不可以不理 他完全就沒有接受我的意見 他就說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參與式的這個預算 好像誠意太高 第二那個公民參與 在我自己在退休之前 我覺得工作壓的實在是 工作太勞累了 那回到家就只能睡覺 只能休息睡覺 根本就沒有力氣來參與 那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一個非常認真的上班族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麼樣過日子 至少我覺得我是非常認真的上班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這個力氣來參與這個公共事務 那現在的里長 我看到很多里長 他們 他們 不知道怎麼說 我 他們的 啊 不要說這部分 好 我大概知道你再也都跟他們的意思 是不是我先答過這個問題 對 還有我說 剛剛說最重要的問題是 避免利益團體的作用 我的意思是說 有熱誠的 有這個意識 環境意識 公共意識的這些人 如果他都被生計所綁住了 你怎麼樣來避免利益團體的左右 還有如何防止多數暴力 因為我那時候去做這個記者的時候 王鵬威議員 不讓我攝影 在一個公聽會上面 居然我們的居民是鼓照的 大家拍手 不讓我來攝影 你看這樣是不是叫多數暴力 還有資訊不衝突 我們的資料拿到的時候 開會前幾天 我們才知道資料 我們一般的情況 都沒有達到這個 您剛剛說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怎麼來進行這個參與室的預算 好 謝謝 有 這個是這樣的 因為 我在我 也說 林亮那個陳之芬這幾個問題 第一個 公共政策 也許還是在政策 在政府部門 政策 行程的過程當中 也許他不願意是說 就會有很多意見出來 但是在決錯的過程當中 你要讓民眾參與 這個是確定的 你知道嗎 你在剛才在行程的過程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也許不適合來 每一個人參與 可是你研究出來的結果 要做決策之前 你要是怎麼樣 說我要這樣做 大家意見如何 這個是應該可以公開的 至於說委員會的話 在理論上是委員才表示意見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於是說 非委員的人你可以旁聽 但是你不能夠在那邊 是怎麼樣 在那邊也介入討論 這個 我有一次參加那個 那個電視台的 那個 就是那個 有一個集 因為以前我在 那個 政府部門工作 還有時候要去政策辯論 我們在上面辯論 結果下面那些觀眾都好打起來 然後這個鏡頭只好轉開 那些人可以出港 那這個是不適合的 那這個是 那政府部門 有時候為什麼會 會那個所謂的說 他不喜歡人家 那個有過分的參與 他就是怕 怕是說 這個事情 一變成說有 在他們認為是攪局 也許在我認為是不要 我的意思是說 在那個 還在眼裡的過程 當中也許不必 外面的人來參與 沒有 或者在決策的過程當中 你要讓外界的人 表示一見 這個我必須是承認的 如果是公共政策 如果是公共政策 是這個第一點 第二個 我們就是說 有些人會說 我的小班 我每天這樣很忙 我還要去參與 我還要去參與 公共政策 我都幾乎軟軟軟軟軟軟 我也沒有力量去表示 這個就是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當中 一個人的公共活動 一個人的公共活動 不要參與很多項目 你就是參與環保 你就參與這個是什麼 青少年 你就是參與什麼 如果每一項都參與 也許是並不很恰當 至於說 那個資訊的話 我這樣認為是 就是我剛才有提到的一個 一個 你怕避免多數暴力 或者避免什麼的時候 有時候要聽專家的意見 我可以聽各位講 專家的意見 往往是少數意見 不見得是多數意見 專家意見 如果是多數意見 那些人就是專家 因為大家都要壓著 教他做專家 各位知道我講的那個行為嗎 就是說 有時候是聽聽那個專家的意見 就像我在看那個大瓦關的解釋令的時候 他最後有一個共同的一個決議 對不對 可是我都會看少數意見 有時候少數意見 完了是怎麼樣 蠻精彩的 少數意見經過不同的年代以後 他可能會變成大家的一個所謂的 一個共識 會反而會 因為真理剛開始都比較寂寞一點 所以我剛才講說 你的那個資訊是怎麼樣 或者是多數暴力 有時候就聽聽聽那些 專業的那個專家的協助 那個是蠻重要的 專家的協助 因為既然是一個專家的話 我講的是真正的專家 他就不可能是多數的意見 他就不可能做對 因為太陽表示 與眾不同 他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些不同的意見 你做得差 或得或得 我想說 你對社會運動很那個 所以你會覺得力不從焉為萬 就不配你了 不是啊 也許找朋友 共同來分擔 你參加這個 你參加這個 就不會那麼累 謝謝 謝謝 那邊有問題 周老師 因為在做直播 所以有一些網路上的朋友 他們有些問題